好 行嗎? 大家 那我開始了 有沒有碌子 好 有雞精的教態才會快 因為 拿本書去教是爽的 因為有公仔有顏色 但是拿本書去溫書是不爽的 因為要是這麼甜 所以我教了才會比碌子 那我就來了 Oxidation 和 Reduction 這個真是要混合 先不要回到那種奶 好 Oxidation 和 Reduction 中文就很簡單 氧化還原 首先 你看到我這個項目都這麼說 這個字 Redox Redox 就是由這兩個字組成的 Reduction 和 Oxidation Oxidation 就是氧化 Reduction 就是還原 聽完等於沒有聽過一樣 這裏其實要先講一下歷史 很久以前 我想 其實不是 就是化學的 怎麼說呢 化學的發達 其實是某程度上 是由1950 我想1900年打後才是真正發達的 因為 因為 早期的科學發展 其實是很限制化學的發展 為什麼呢 因為 早期的科學發展 是不了解 粒子層面的事情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們用眼看不到 所以 before 1900年 可以說是 基本上 科學發展 就是物理的發展 主導 因為再細一點的事情 就看不到 這些人就猜 所以 before 我想 before 1850年 人類都不敢去想 粒子層面是發生什麼事 只是一些很虛無緹緹的理論去想 練金術 就是 中國古代有說五行金屋水火土 但是 不是等於沒有發展 before1900年 before1900年以前的科學發展 是靠 化學的發展是靠什麼呢 就是靠實驗的 所以很多化學的反應 其實是很久很久以前已經有了 舉個例子 大家以前學完 topic13 我都有教你 為什麼那些人會由石器時代 轉去到銅器時代 再去到青銅器時代 再去進化到鐵器時代 其實某程度上是 人類的化學的技術是進步了 才有這樣的科技發展 但是那些人是不知道為什麼的 某程度上來說 另外就是你們去年學 Metal 和 Acid Base 的所有反應 就是人類不瞭解 粒子曾經發生什麼事 以前已經懂得的反應 就是你去年學的反應 就是你去年學的反應 就是很久以前 那些人已經知道 有些是 Acid 有些是 Acid 有些是 Base 有些是金屬的 但有些又不是金屬的 然後呢 那些金屬放下去 會氧化 所以我講那麼久 我告訴你 氧化很久以前已經知道 但是那些人是不知道為什麼的 所以就變身出來的 就是當科學慢慢去發展了之後 人類或者科學解對氧化和還原 這兩樣東西 有全新的體會 有一種全新的體會 所以在這一幕裡面 氧化和還原 我準備開始講了 就是我要先告訴你 什麼東西是氧化和什麼的還原 我們會講到四種 關於氧化和還原的定義 但是有兩種定義 是了解科學以前的定義 有兩種是了解之後的定義 那我現在開始了 第一種關於氧化和還原的定義 大家看看這個反應 第一看這個反應 就是最傳統的人認知的氧化和還原 就是 那些人知道將 然後將mgdc 丟在氧化和加熱 很奇怪 就會走到mgdc和氧化和氧化出來 那以前的人為什麼會知道這個 所以很簡單 丟一些礦石和另一種礦石 丟在一起熱 原來有銅化跑出來 以前的人是這樣發現了這些反應 那些人連丟一些卡氧化 然後把氧化和氧化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 卡氧化和氧化的礦石 所以早期的人 了解這個化費 他就覺得 就是 mgdc獲得氧 copa 失去氧 那些人就覺得是氧化和還原 所以在第一個定義來說 如果這個物質獲得氧 它就是氧化 發生了氧化 這東西 它失去了氧 它就叫做還原 那這個是最粗淺的定義 基本上 我純粹是告訴你 考試的人不會這樣問你 因為 你直接就會問 那如果它不牽涉Oxid 那那個反應 就不用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最粗淺的定義 就是當一個物質獲得氧化 一個物質獲得氧化 一個物質獲得氧化 它是還原 好 這個是第一個 正義 OK 你看到了 Oxidation 就是獲得氧化 Reduction 就是一個物質獲得氧化 那我講一講就算了 好了 然後你們就知道另一個名字 就是Oxidizing agent 和Reducing agent 這東西 好了 反過來 如果一件事 它令到另一件事發生氧化反應 那一件事就叫Oxidizing agent 中文叫氧化劑 舉個例 因為我剛剛講這裏哪一件事發生氧化 是發生氧化的 是的 那就是說 CophanOxid是Oxidizing agent 因為Oxid Cophan2Oxid 令冬病因此發生氧化 所以它叫做Oxidizing agent 明白嗎 是的 是 大家可以跟進 好了 Reduction就是相反 好 第二個理解是什麼 Loss of hydrogen Loss of hydrogen Loss of hydrogen 但其實這個定義 如果我不是拿書 如果我不是拿書去教的 我不是拿書去教的 我不會在這裏提這個定義 因為大多數情況下 我們會在有機化學裏面 才會提這個定義 但是你這樣看 跟剛剛氧化 氧氣的那個是相反的 如果我獲得氧化 就叫Oxidization 獲得氧化 那你會問為什麼 我們之後有幾乎 就是去到Oxid的時候再去講 但是都是一樣的 這個定義 都是Asian Times的時候 人類理解氧化華原的定義 所以這個都不知道 絕對是OK 那麼就去到 開始人類了解 原子結構之後 這個就比較重要 就是Loss or Gain Electro Loss or Gain Electro 去理解氧化華原的定義 大家看看這個反應 都是同一個反應來的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就不太喜歡拿這個反應來講 我喜歡和你們拿來 另外一個反應來講 大家留意著外面拿來 好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個是什麼反應 對 大家如果熟就被人家 或者你究竟沒有拍過 好 好了 如果把這條色寫回 做IOM的定義 我做一次給你們看 好了 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這個反應裡面 這個反應是濕去電子的 是甚麼 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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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l Lose Electron Sylver Iron 是Gain Electron 對不對 好了 在這個理解裡面 Lose Electron 就是Oxidation Lose Electron 就是Oxidation Gain Electron 就是Oxidation 這件事 去到這裏開始 就是重要 這個大家就不知道 為什麼我說重要呢 我們大部份學的 化學反應 其實它裡面真正發生的 是電子的轉移 是電子的轉移 知道甚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心裡 大部份的化學反應 只不過是一堆 是 帶少許正和帶少許負的東西 互相競爭電子之後 所產生的Stable的產物 所以我們理解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 其實去到理解中國之後 其實那些反應很多發生 是哪些東西搶眼電子 哪些東西搶眼電子 由這裏開始你就要有這個觀念 我們以前學了很多 其實是這些反應 只不過我可能沒有這樣說 譬如這個反應 dispacement reaction 會發生在衛星搶電子能力強 所以會出現 所以會出現 行不行 好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去到這裏 你知道過 Lose Electron 是Oxidation Gain Electron 是Reduction Gain Electron 是Reduction OK 這個例子也是一樣 那我想問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這個反應裏面 這個反應裏面 reusingation 是哪些東西 是 reusingation 是哪些東西 為什麼大家知道reusingation 是Sing 因為 是Oxidation 知道了 reusingation 自己就會做Oxidation 就是自己會Gain Electron 自己會Lose Electron 所以Sing是reusingation 是Oxidation 行不行 那大家都跟到 是不是OK 所以 再來那樣 就更加generalized 更加generalized applied to all 都可以 為什麼呢 有些反應 你就這樣看那個formula 你是看不出它是有電子轉移的 什麼反應呢 例如我想問一下 combustion of effect 誰搶了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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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看得出來 你應該想不到 Ionic的 你可能想得到 但我問你的combustion of effect 你便想不到 Oxidation 什麼 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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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下忘記清楚 好了 我們去第四個定義 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定義 三十點二 三十點二 頭那三個呢 你看到 一二三 這三個反應呢 我們都可以單憑它 條 equation 基本上就判斷到 那些東西是 reusing agent 那些東西是 oxidizing agent 但大家看看 第四個反應 第四個反應呢 你是 說不出它的 它是被rindox的 因為你根本看不出 它有沒有lose electron 有沒有lose oxygen 沒有lose oxygen 沒有lose oxygen 沒有lose hydrogen 對不對 所以你全部都看不出 那我怎知道 我怎知道它是不是 癢化完呢 那大家看不出 大家的觀念 就是 Oxidation number Oxidation number 這一步就很緊要 如果我 揮個pastlator 匯一下pastlator給你看 你只會數 Oxidation number 就已經差不多中到 四五層不是pastlator 只是懂得數 Oxidation number 所以很緊要 這個方法 來的 那我首先講講 什麼叫 Oxidation number 但是我講完 我相信大家 不是很害怕的 那我儘管講 看看大家害不害怕 Oxidation number 就好像 一件東西 譬如一個酵盤 那個就是CO2 OK 我告訴你 Oxidation number Oxidation number 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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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得到 兩個Oxidation 加上一個正四的 另一個 就是這樣數出來 我第一次教你怎麼數 但是 什麼叫Oxidation number Imaginary charge 那你會想 什麼叫Imaginary charge 你想想 我們先畫這個 魔力點出來 所以 如果你的Token6 學得不好 不應該這麼說 你Token6 學得不好 不影響你成績數 但是如果你的Token6 學得好的 你一看你就會想得到 哪個是Oxidase 哪個是reuser 好 好了 這個是Structure 是不是 這是一個Structure 好了 我想問問你 什麼是Delta Negative 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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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Token Oxidation Oxidation 我想問問 這四 一二三四 這四粒電子 沒有一次被哪個 Atom Trendor 沒有 好了 這兩粒電子 本來就是 我這樣畫 可能會比較舒服 比較 那是不是本來Token6 是屬於Token 是不是本來圓圈是屬於Oxidation 好了 但是你能明白我剛剛說什麼的 這兩個Token6 就好像由Token到Oxidation 搶去 是嗎 明白嗎 明白嗎 OK 好像這兩個Token6 被Oxidation搶去 好了 假設這兩個電子 真的被Oxidation搶去 Oxidation 帶多一個充電 可不可以 我想問 如果它只是這樣的時候 但不可以充電 Oxidation有六粒電子的時候 有沒有充電 沒有 沒有充電 Oxidation本來應該是六粒電子 它獲得了兩粒 extra電子 即是說它有多少充電 是的 所以這個Oxidation是負二的 明白嗎 那很自然 這個Oxidation 都是負二的 好了 我想問 Carbon原本 Oxidation 有幾粒電子 四粒 如果它四粒都被人搶走 那就是它 正四粒 好了 如果你懂得數這個例子 那你就會明白我剛剛說 什麼叫做 Imaginary charge 明白嗎 明白嗎 就是它本來的粒電子 不是被人搶走了 你想像它 好像被人搶走了 那樣的話 它所帶的Charge 就是它的Oxidation number 行不行 這個叫Oxidation number 這個叫Oxidation number OK吧 這個叫Oxidation number 好了 那然後呢 就教你怎樣數Oxidation number 好 那下面呢 有很多rules 那些rules其實呢 是不用管的 那些rules 只有 就是我覺得呢 你如果懂得數 你就不會知道這些rules 如果你不懂得數的話 你看這些rules 也是不懂得數的 那所以呢 我直接用例子 告訴你怎樣數就可以了 我會一直跟著rules 然後舉例子給你的 那但是呢 你聽我說是更要過你數的 即是更要過你看到這些rules 你看看 聽住了 不要睡了 你錯了你就 直到永遠了 不要睡了 好 第一樣東西 Oxidation number 嘩 或者是我的角度白話 你不理會他們兩個 首先一件事 很簡單 不理它element 還是cumper 總之你見到它沒有Charge 就是零 有Charge 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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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大家 好 那我問大家 喏 這個N Oxidation number 是多少 我現在這樣問大家 N2的Oxidation number 是多少 整個 0 OK N3-的Oxidation number 是負3的 不是三款的 Oxidation number 是反傳的 負3 那這個呢 Oxidation number 0 0 OK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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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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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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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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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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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情況下 O 就是你數它的負二 H 就是你數它的正根 大多數的 case 都可以 我這樣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 但你不懂解釋都可以 但你懂得為什麼 當然會數很多 好 這樣就來了 我先舉一個例子 H2 但這個不是 Ionic Hunter 所以你考慮了 好了 我想問一下大家 H2 S 乘個 Oxygen number 是多少 零 零 是不是 乘個應該是零 在H2 S 入面的 H 我們應該當它是 正根 不是 不是 H 這個入面的 H 我們要當它是正根 行不行 好了 這樣可以了 好了 接下來就是什麼 講到 S 是多少 負二 所以 S 是負二 為什麼呢 S 是負二 為什麼呢 整個是等月齡 我有兩個 H 每個都是正一 所以有一個 S 這個 S 就應該是這個負二 明白嗎 很簡單 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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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來下一個 再來下一個 好 這個 呃 這個剛剛擋過 這個 好 剛剛擋過 那個 不行 這個怎樣做 好 好 我們要先給哪一個 Oxygen number Oxygen Oxygen 應該是多少 負二 負二 但如果你很聰明 你已經想到 為什麼Oxygen 我們大多數情況都給負二 我給大家先說 這個負二 那 Carbon 應該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整個 CO 都是 零 所以要有兩個負二 就要有一個正四 好嗎 那給他們一個難一點 這個 這個 好 整個Cermangane Iron Oxygen number 是 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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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Mangane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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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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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星6, 星6, 星6和庫耳6, 先收拾一下, 明白不明白, 明白Occident number, 對吧? 好啊, 讓我再想一下, 什麼例子, 欸, A個啊 Abonnia裡面的N的Occident number是什麼? 可以嗎?可以, 差不多啦, 這些例子都可以了 好吧啊,這個吧? 這個呢? 零 這個就零了 那 是不是,你問現在不是正一粒 不是啊,不是啊 如果他問這個HITO症裡面的HITO症 喂,零 零加零才是零 哦,OK 可以嗎?可以 好了,數到這裡 那你會 所以我 我遲些再講一些不是這兩個case 的情況 但是你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例子 譬如在這個case 裡面 這個case 裡面 F 是負一的 O 是正一的 看有沒有人想到為什麼 你自己想想 我先數一下,我先數一下 不是,Electro-negative 是O是正一的 但如果你能說出這件事 你會明白我剛剛說 Imaginary charge 是什麼 為什麼大多數O是負二呢 因為O是 既然是層的Electro-negative 通常都是最大壓的 通常都是最大壓的 所以他通常都是搶別人的電子 他搶別人電子的負二 他搶別人電子的負二 但是這個case O是被F上電子的 所以就不是 還有一個例子 沒有他那麼多實招 好了 那你會問 我們來吧 我們學完 數完O是負二 接著要做什麼呢 記不記得我們一開始講的是什麼 是 是 是 我說有四個定義 有兩個是 Asian Time 的定義 就是 Lose or gain O 有一個就是 開始理解到少少少的定義 就是 Lose or gain Electro 好了 去到真正辦人的定義 是甚麼 就是 Increase or decrease Oxidation Number Increase or decrease Oxidation Number 好了 好了 你這本上 你識不數 Oxidation Number 你已經判斷得到 他一個例 這個 我用回剛才這個例子 好 我想問一下 大家 立即 立即告訴我 他們的Oxidation Number 這個Oxidation Number 這個Oxidation Number 0 這個呢 這個呢 0 0 0變正2 是Oxidation 1變0 是Reduction 這個很容易想 這個很明顯 增加Oxidate Number 就是Oxidation 減少Oxidation Number 就是Reduction 那大家明白了嗎 好了 那我舉另一個例子給大家 好嗎 看著吧 跟著那個例子 你會發覺突然間很像明白那些東西 這樣 好 如果沒有就大問題 好 好 好 現在給我這個例子 因為它不是Oxidation 你不是就這樣看得出來 好 不如讓你先想想 你等我告訴我 哪些東西是Reusingation 哪些東西是Oxidation 哪些東西是Oxidation 哪些東西是Reduction 大家想想 現在做 給你一點時間 你想想 不可以 我心會搶配 嘴巴 我心想不可以 你不可 你不可 我心想想 你不可 我心想想 自己開了 我心想說 我心想說 好 到位 C C是Carbon C是炸鍋 它沒有差數 但是 是 什麼 0 好 來了 我想問一下這個Compers 是多少 這個Compers 正義 這個Com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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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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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C 哪一個Oxidation 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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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升Oxidation C C 哪一個Oxidation 哪一個Oxidation C C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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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看來 再跳出那些數目字 我想問一下這個反應你在哪裏讀過 我們說carbon reduction 為何carbon reduction 叫carbon reduction 就是using carbon as reusing agent 我想問這次是 所以你那次問我為何carbon as reusing agent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其實想想看你的carbon 你做完後面多了 我只盡量知道他會看 我只加一整個 是 但是你不是所有的case 你會見到它多了oxygen 它總會有一些case 你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oxidation number 是永遠都可以數得到的 但是你 大家明白了 曾經人說的 他說他就這樣看carbon多了oxygen 你知道它就是發生了oxidation 那我就說 這個反應你可能在這裏 我給另一個反應你 我給另一個反應他不牽涉oxygen 你就想不到 對不對 所以要懂oxidation number 是 那C是reusing agent C是reusing agent carbon是reusing agent 在這裏面 即是他經Electron是否會消息 好了 王英朗就問另外一個問題 你在這裏面你不覺得他經Electron 對不對 明白我先說 好了 我先超前地教你們 但是呢 我們之後會一個一步來 其實在這裏發生了兩個反應 如果它發生了兩個反應 你就會覺得熟口熟言 現在以前好像熟口的 第一個反應是甚麼發生了 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個反應 這個是第一個反應發生的 第二個反應 是這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是這個反應 你不需要擔心 我之後會教你如何 解釋這兩條反應出來 但是這兩條反應裏面 就是這樣 在這兩個反應裏面 你看看 這個copa 2 plus 是成了兩粒電子的 在這個下面這個反應裏面 你就這樣看不出 誰放了電子 放了四粒電子出來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放了四粒電子出來的 那個就是carbon 但是overall 整件事 它是沒有了四粒電子的 我之後再教你們 如何看得到 但是 所以為何要你們 識熟口熟的電子號碼 因為你識熟口熟的電子號碼 你就指導是一個化碼